人医的养成是一条艰辛漫长的道路 还没期望停留患者身心病痛 以爱与关怀 丰富最初投身医疗的热情 使命 今日 医师们成就了过去的不可能 明日 一样高山 一样大海 这股力量持续驱策迈步 有做才有赚 一般良性的变化不会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应该算是恶性的 癌症治疗其实不是单靠单一方法 其实是可以有效结局的 他其实应该全面性 所以我们会强调团队合作 我们也要准备了这个 有个病人很喜欢翁立友的歌 他就是把我们的背景音乐 录了一个CD 然后他来治疗的时候 就专门把翁立友的歌 放出来给他听 然后想说就是可以给你 哈啰 你好 你好 而且他还帮他写信息给翁立友 所以翁立友也录了一段话 来鼓励病人 我们其实没有预设我们要干嘛 我们没有预设说我们要做典范 当时我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原本的初衷 病人或者是我们医疗需要什么 我们继续思考 我们可不可以帮病人做到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不用怕 来 可以 我帮你吃着 因为有管制的关系 所以我们尽量尽可能在一点钟之前通过 请问你的 兄弟姊妹的爸爸妈妈 还有其他的家属 同样有生的男人 他是陈俊龙 今年54岁 在2019年5月时 因为体重急速下降 就医后被转断出肝脏的肿瘤 再次复发 报受以后 我到5月26日回来 又继续人一直瘦下去 还有风靡跌倒缺血等 这么快 生病后的陈俊龙 体力大不如前 家庭积极重担落在太太肩上 今年53岁的陈俊扒 年轻时为了赚钱养家 远从泰国 申请来到台湾工作 两人在陈俊龙的妹妹介绍下认识 去泰国我读书少 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 就还是办来台湾工作 82年 我那时候29岁 泰国29 就算30这边 都一直工作 没有去玩没有什么 就刚好他去看我 那去看我那时间他表示得很好 追你呢 追我 表现得很好 一个礼拜吃两句 拿花 拿水果 没喝酒 没抽烟 还有丝宿 差不多11点多就出来工作 下雨停 下雨停 这雨停就有用了 婆婆在今年年初中风 加上先生又生病 陈俊扒肩上的担子更加重了 我要照顾我 我要照顾我婆婆 要照顾她 不吃东西 我都希望她吃东西 我还要做生意 那为什么会这么辛苦 还这样撑着 个性嘛 可以平一下吗 看着太太的辛苦 陈俊龙的心很不舍 我现在比较好 现在比较好 现在比较好 不然我没有了 你还要照顾我 还要照顾我 就是肝脏的部分 这个其实就是肋骨 洪世凯医师 来到大林茨基医院服务 已经有15年了 是使用放射线 来治疗肿瘤的专家 治疗经验相当丰富 对于离癌的患者 身心所承受的病苦 也相当了解 因为我们当时当实习医师 当时有照顾到一个 搞完癌的一个病人 因为他本身有感染 所以他气味其实非常非常重 在我们进去的时候 学长姐就跟我们讲说 你要戴两层口罩 可是在换药的过程当中 因为味道真的真的 其实是很难去做忍受 所以中间其实我就跑出去 去外面换一下气 透一下气 然后再进去 可是在进去的过程当中 其实病人其实就很不好意思 跟我说对不起 其实在当下 其实给我的震撼其实是很大 有难过也有羞愧 然后有觉得我没有办法帮助到他 所以当时其实就有一个想法 其实想要帮病人做一点事情 这个其实就变成我自己本身 蛮忠心的一个种子 我可不可以帮病人解决他的问题 由于病情复杂 地区医院难以治疗 陈俊龙辗转来到大龄刺激医院寻求帮忙 陈俊龙先生 一遍的肝脏 我们在看这个平衡 没那么肝 这就是我们残存里面 陈俊龙肝脏的肿瘤数量多 且体积大 经过电烧和手术切除治疗之后 病情还是不稳定 因为我们没有去切片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 因为你之前很久以前做过一次治疗嘛 不知道后来又长嘛 一般良性的变化不会是这样子啦 所以其实应该算是恶性的 你们身上的肿瘤一再复发 一时建议陈俊龙接受放射线治疗来控制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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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治疗是利用放射线照射肿瘤细胞 来消灭或是局部控制肿瘤组织细胞 达成治疗癌症的目的 它是恶性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 有助于降低肿瘤患者的复发率和死亡率 现在癌症的治疗其实主外还是三种 一个是手术 一个是放射线治疗 一个是抗癌药物 那当然这十几年来非常多的技术的进步 其实我们对癌症的存活控制 其实进步非常非常的多 那以放射线治疗来讲 从我以前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用2D的时代 所谓2D的时代 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S光的片子上面直接画图 那画完以后你可以想想看 我们就前后对照左右对照 所以范围又很大 但是副作用就很大 而且当时的效果我们剂量因为没办法加高 所以它的效果其实就不是很好 那旧有的放射线治疗技术 主要是跟细胞分裂有关 那多学习了以后我们才发现说 因为在现今比较先进的技术 也是所谓的立体定位放射治疗这一块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做肿瘤DNA杀除的动作 以前肺癌跟肝癌在第一期的病人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用放射线做根治性的处理 可是现有的技术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做根治性的处理 在进行第一次的放射治疗之前 必须先完成定位的前置工作 定位的目的是把肿瘤的范围 以及肿瘤附近的正常组织在电脑上标示出来 以确保将来患者接受放射线治疗时位置的一致性 定位工作完成后产生的电脑断层影像资料 能提供医师理定出最佳的放射治疗计划 陈俊龙体重爆瘦 为了帮助他有足够的体力来支撑接下来的疗程 医疗团队特别请营养师来为他规划 对抗癌症的饮食计划 不同的人对于放射治疗后发生的副作用 和反应程度也会不同 放射治疗的护理工作特别费心 除了帮忙治疗前的胃教 容易病人治疗过程中的健康状况 也要关心病人术后的生活品质 家住嘉义明雄 原本在台北从事病房护理工作 四年前返乡并来到大龄刺激医院工作的护理师 罗婉珍感受就特别深刻 之前在台北的护理工作主要就是 他可能在病房可能会有一些给药换药 甚至是可能一些比较紧急的需求 然后这边的病人就是状况不一样 可能比较初期的病人 我们会鼓励他要面对治疗 那比较末期的病人 我们可能会去了解一下 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需求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工作跟病房的工作比较不一样 今年已经81岁的徐文吉爷爷 是初期的肝癌患者 今天来到大龄刺激医院 接受第五次的放射治疗 由于常年务农 徐文吉爷爷的膝盖退化 走起路来很吃力 厉害啊 今年要 今年的膝盖都没得到 到处买了 这几个月 四五个月而已 四五个月而已 是因为 什么问题 是 配化 脚步也退化了 班级退化了 有这么不能 有这么不能 由于轻壮人口万一严重 在嘉义和云林地区 像徐文吉这样的老人比例很高 老化指数更是位居台湾地区的前两名 甚至有许多老人家 因为子女不在身边 往往延迟就医 而导致健康恶化 最近有处理一个病人也是 你知道他在家里 腰酸痛 他可能他们一个月 一个月没有办法躺着睡觉 对 然后家人女儿都在外面工作 然后他也不跟家人女儿 讲说他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在家里 坐着睡觉一个月 因为他没办法躺 躺就不舒服 因为他觉得住院要麻烦 家人来照顾 所以他就不要 他就撑撑撑 那我后来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当下就是 是想说 我要不要偷偷跟他家人讲 对 后来 不管怎样 我还是让他家人知道这件事情 后来家人当然就想要去做相对应的处置 后来就花了三天吧 一个礼拜 就把这些问题解决 他现在就可以平躺睡觉 你知道吗 对 然后他再撑了一个月 这种案例其实在云嘉南 太多了 他讲不完 很多都是这种状况 要给他 要给他吗 对 这是 我们营养书准备的 这样吗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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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陪伴 家人陪伴和相互扶持 就是可能因为小孩不在身边 所以他都会自己来治疗 就会觉得他们比较孤单 对 然后就会想要至少他来治疗的时候 是有人可以陪伴他 关心他的 礼拜五见 好 那带谁他来喔 好 拜拜 拜拜 大概是两三年前 我们有一个比较高零快九十岁的阿公 他从二岁来治疗 那到后来就他的病情恶化 然后就是他 嗯 他希望我们可以去他家 让他请个课这样 然后我们就是几个护理师 约一天 然后一起到二岁要去找他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瓶走透透 我是主持人 Tiffany 我是Burberry 我是Elly 我今天要到二岁 我们要去找一个人 那我们就出发啦 怎么会演 然后我们到火车站的时候 就是比较想要有点拍轻松的 有点像纪录片一样 所以我们就自己拍影片 剪影片 就是从我们到火车站 然后一路走到他家 然后跟到他家之后 发生的一些事情 阿公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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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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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其实很开心 其实之前来治疗的时候 他都会希望可以跟我们合照 然后我们也都会再把照片就是洗给他 然后去他家的时候会发现 他把照片都整理得很好 收在相簿里面 然后他的家属也说阿公 就是回家之后 他会把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 阿公 回顾的心情 笑中有泪 现在遇到了 影片本身是非常开心的 就是很多回忆 但是想到阿公 其实还是会有点感触 对 想起陪伴蔡妍妍的点点滴滴 心中更是充满感激 这些经历对我来讲 可能就是之后 我们在遇到其他更多的病人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更了解 他们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 比较潜在的需求 是他没有讲 然后我们会主动去发现 那或者是说 在他们可能末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是怎么样 陪伴他们去走过那一段路 放射治疗的过程辛苦 再加上副作用 很多病友往往会半途而废 丧失了治疗肿瘤的契机 71岁的江辉男 因为癌细胞堵塞了肝脏动脉 病情复杂 必须接受长达六周 总计30次的放射治疗 因为我们都知道肝癌没什么症状 所以发现的时候算是比较晚期 有影响到肝癌里面大的血管 所以我们尽量帮他 把堵住的大血管做放射治疗 让他栓栓的部分能打通 比较不会说很快就产生 像是严重的阻塞性荒胆 或是整个人就虚弱 或者是整个肝就会摔紧 这一天 江辉男完成了最后一次的治疗 就是很难得啦 你今天最后一次 也就是恭喜你 今天就是整个疗程做完 真的这么不简单的 整个座了 所以我们有准备一张 我们重疗中心有准备一张 重疗中心有准备一张 给你阿伯一个赞 给你一个赞 阿伯一个赞 就是因为我们的病友 就是他都经历了 那么长一段治疗的时间 然后也都就是会有经历过不舒服 那他们也坚持到现在 那我们就希望让他们有一个 就是完整的仪式 然后象征新的开始 那所以我们就做一张 结业诊书给他这样子 先来看看 而且此次我感觉一个小时 家住台北的放射师员敏娟 来到大林慈禧医院服务 已经13年了 因为爸爸在她就学时 离癌过世 所以敏娟格外珍惜 这个能够陪伴和服务病友的机会 因为那时候我实习的时候 就是我爸就得癌症 对 然后就就是过世了这样子 然后所以就是 其实我会觉得 就是选这一科 然后就可以就是去帮忙 一些就是病友 就是得到健康 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可以 就是你补一下我那时候 没有对我爸就是做到的事情这样子 对啊 放射师在每次治疗时 都能与病友密切互动 敏娟和伙伴也会把握这个机会 用心觉察病友的心情转变 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因为那个病友就是怕幽臂恐惧症 治疗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模具什么都要剪开 然后我们其他同事就有问他说 那要不要放个音乐 他会比较安心或是稳定一点 然后他就说他要听蒙里友的歌 背景音乐真的是非常的想念 为了让病友能够安心接受治疗 放射师张伟山主动写信寻求帮忙 就是治疗的中期的时候 其实病人就开始渐渐的反应他 有一些副作用出来 就他人其实不太舒服 所以我们就有想一些方法 看能不能鼓励他就是要坚持来继续做治疗 所以才有这种想法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可不可以就是跟他联络一下 看看就是他就是录个影片来 其实大家看到他当下的反应 其实我们都觉得就是很值得 然后也很开心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真的是 我们就是一家人的感觉 一家人简单了几个字 温暖了治疗过程的冰冷心情 就是有你做伴真好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们就是算是陪病人走过他人生 就是算是低潮的一段时间 就是会跟同仁讲说 我们的治疗室很冷 因为他是要开冷气给集气锤 常常病人一进来就会觉得很冷 但是我希望说就是在冰冷的环境 我们可以给病人就是这种温暖的感觉 团队相对比较年轻就是带给病人 是那种就是我们好像是你的孙子 我们好像是你的儿子女儿这样子在关心你 对 哈啰 大哥 你准备做治疗 对 陈俊龙住进医院准备接受放射治疗 癌症资源中心的营养师涂一辰也会来更新 医疗犯罪的帮忙 让陈俊龙更有信心来面对未来 而离癌之后的人生低谷和郁闷心情也终于看到希望 好 感谢持疑医院让我有这一次机会让你们采访 也感谢我后面的身后的老婆 对 这样的听我到现在非常感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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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陈俊龙能够安心接受治疗 医疗团队也前往陈俊龙的家关怀 然后我婆婆她现在比较好一点 病医好做好了 因为我们有能力养十几 我不需要人家帮忙做生意有生活 希望我的小孩子 我希望每天烧香祝福她 我希望我剩下的命 想好想好做好勇敢 健康 这样就好 其实现在云嘉南相对的医疗 其实因为她老人比较多 她的发生死亡率相对还是比较 全台湾来讲还是比较高 虽然经过这几年大家的努力 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我们自己医院 甚至其他医院的一些努力 她其实有获得非常长组的进步 可是相对于全台湾来说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以及目前文献的一些数据的分析 相对来说她的资源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在这里还是希望 不管政府单位或者是各方 希望在这个部分其实还可以多帮忙 我一直觉得这边真的就是田中央的大医院 科室跟其他医院很不一样的是 从护理师的照护 然后各管师 那社工 甚至是营养 我们希望带给癌症病人 是一个很全面的照护 不要让她觉得她是孤单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